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李大爷今年69岁,前不久到儿子家小住几日,刚去的时候还行 儿子儿媳都挺孝顺的,可是待的时间太长 大爷发现儿媳有了变化,不仅是态度变得冷淡 在某些方面还花样亭出,其中一个就是做饭 顿一只鸡能吃四天,到了第五天还要吃 大爷十分痛苦,赶紧回了老家 请听李大爷的字述,前不久,应儿子邀请 我上他们家小住几日 刚去那几天,儿子儿媳非常的孝顺 又是给我准备房间,又是带着我出去玩 说时候,我真的挺感动的,觉得这儿子没白养 儿媳没白对他们好 在儿子这住得这么舒服,我就没想着回去 大概住了一段时间,儿子儿媳也就习惯了 没有再把重心放到我的身上 这我也能理解,毕竟咱只是来做客的,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 儿子工作很忙,平时要加班到深夜,节假日也要忙活 儿媳虽然工作较为清闲,但回家还得做家务做饭 还要辅导孙子的功课,他们两口子都挺忙的 刚开始那几天,儿子儿媳请假陪我出去旅游,我挺舒坦的 这突然之间,他们就回到工作岗位,把自己放在家里 我还有些不适应,虽然咱不给人家添麻烦 但总觉得犀礼不得尽,有时候问儿子,不让我先回去 儿子总会劝我多住几日,说他们虽然忙起来了 但并不耽误我在这住,让我不要拘束,该咋住就咋住 儿子这一番话,让我彻底放了心 儿媳呢,虽然没有之前伺候我伺候得那么勤了 但也还说得过去,平时虚寒问暖的,我觉得很受用 在儿子家住,我的日子舒服极了 早上睡醒了也不起床,往往日上三杆才起来 随便吃点儿媳准备的早饭,上午去附近公园逛逛 等到中午,儿媳会回来做饭,下午看电视或者睡一觉 晚饭还在家里吃,晚上再出去溜达 再回来睡觉 随着我住的时间越来越长,慢慢的我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了 毕竟儿子儿媳工作挺忙的 孙子每天的学习压力又那么重 我一个老头子,退休养老的人 身体健康的不在自己家待着 在儿子家赖着算怎么回事 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 每次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压力都很大 觉得不该在这耽误儿子,看到儿子疲惫的眼神 儿媳挥汗如雨地在家里扫地拖地 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有好几次,我都穿上衣服 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了 可一想到在儿子家这么舒服 我就不愿意回去 怎么说呢,自打老伴去世后 我一直都一个人在家生活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的岁数越来越大 身边的亲戚朋友 老的老,走的走 有联系的不多了 长期孤寂的生活 让我不放过任何一个跟人接触的机会 可接触归接触 社会上的那些人 也就这个样子 我唯一记挂的 只要儿子儿媳 还有孙子 平日里最想念的也是他们 因为住的地方太远 连见一面都很难 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 哪有那么轻易回去呢 就是贪恋他们对我的好 也想多住一段时间 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儿子儿媳就不这么想了 人家有人家的生活 我一个老爷子突然住进来 家里多了一口人 仍谁都是不开心的 我也早早地预料到了这一点 想的就是 把握一个平衡 在儿子儿媳尚未讨厌我的时候 多住一段时间 等他们厌恶我但还没发作的时候 我赶紧离开 我很自信 以为自己能把握这个点 但实际上 我高估了儿子儿媳对我的孝心 也低估了自己在家里造成了恶劣影响 不知不觉间 我就在儿子那里住了快一个月了 儿子平时工作忙 没什么交集 但儿媳就不同了 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 我是切身体会的 比如我刚来儿子家的时候 桌子上有个暖水瓶 只要儿媳在家 这暖水瓶里面的热水是随时都有的 可是最近儿媳愈发的散漫了 根本就不会去管这个暖水瓶 还得我自己去灌水身烧好 还有就是吃的饭明显朴素了许多 我刚来儿媳总是变着花样的做没事 什么红烧肉 红烧排骨 清蒸鲈鱼 要什么有什么 现在基本上就是韭菜炒鸡蛋这些 虽然儿媳对我差了很多 但她还是比较客气的 没有到那种阴阳怪气的程度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其实我不是个小气的人 儿媳对我稍微差一点 我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我是来给人家添麻烦的 哪怕每天给我脸子看 当我是透明人不跟我说话 我都不会有什么受不了的 毕竟情况摆在这里 可是这吃的东西不能太差了 整天吃那些素菜 我是真的受不了 我为什么坚持在儿子家待着 一方面是贪恋儿子家的温馨 还有一方面是冲着儿媳做的美食 我们这些老年人还能有什么追求 都是进了半截子土的人了 伟大的理想既已烟消云散 就只剩下一些世俗的欲望挑动我的神经 对我来说不管条件再艰苦 只要有美食在生活就有盼头 我注重未剩余其他别的东西 因此当儿媳做的菜越来越差的时候 我按捺不住了 某天吃饭的时候脑袋一抽 竟当着全家人的面 说了一句 这菜有点素啊 话刚一说完 我就知道自己说错了 但话既已出口 又怎么能收回 儿子瞪大了眼睛看我 儿媳一句话不说 低头在那吃饭 现场的气氛十分尴尬 我有点后悔 也很害怕 冷汗从额头流到下巴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好儿媳一直都没什么表示 吃完了饭 她收拾碗筷下桌 静止去厨房洗碗了 儿子呢 也什么都没说 那眼睛挑了我一眼 就回了房间 没出事就行 我心里暗想 但儿媳这么敏感的人 我又说了这么不该说的话 怎么可能不出事呢 果不其然 等到第二天 吃晚饭前 儿媳就拎回了一只鸡 当天晚上 我们大家就吃了一顿鸡肉 吃的时候 我心情很好 想到终于有好吃的吃了 可是刚咬上一口 牙差点没崩掉 这鸡肉咋这么硬 后面才知道 原来这鸡不是在市场买的 是在街边的老人手里 买的自己家的鸡 肉质跟买来的就不太一样 儿子跟儿媳尚且吃不动 更别提我这个老人了 于是那天晚上 我没吃鸡肉 竟吃鸡汤拌饭了 后来 儿媳把那一锅鸡 放进了冰箱 说等明天多煮煮就好了 我信以为真 到了该吃饭的时候 儿媳又把鸡拿出来 炖了好长时间 这次再吃总算能咬得动了 但是因为煮的时间太长 而且在冰箱冻过 我觉得口感不是很好 吃完饭我就回屋躺着去了 原以为这次吃完 儿媳会把鸡给扔了 万万没想到 隔天晚上又是这个鸡汤 儿媳居然往里面加了一些其他的菜 做了个大杂烩 我吃得是真难受啊 油腻腻的 差点都要吐出来了 一连吃了好几天 我听到鸡这个词 就有点犯恶心 吃了第四天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去碰那个鸡了 就吃旁边的素菜 儿媳还在那劝我 让我多吃点 咱哪能吃得下呢 第四天晚上 我劝儿媳把鸡给扔了吧 这就剩下骨头架子汤了 啥都没有了 可儿媳却不同意 笑嘻嘻地跟我说 这汤要留着明天给我下面条吃 我终于受不了了 第一次有一种害怕儿媳的感觉 当晚我去找了儿子 叫他赶紧把我送回去 明天就走 儿子要我等到周末 我是实在等不下去了 我回房间就收拾东西 第二天早上 自己坐车回老家了 不用别人送 我宁可花几百块打车 也不愿再在儿子家待着了 儿媳能一锅鸡 让我吃四五天 还不知道 有什么别的法子 等着对付我呢 还是早点离开比较好 回家路上 儿子给我转了五百块 当作路费 剩下的钱 让我买点东西 说实在的 我很感谢儿子 也很感谢儿媳 只是在儿子家住这几天 我明白了 自己有房就在自己家待着 干嘛要去别人 拿寄人篱下呢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又欺负你弟弟 当初我就不该收养你 养母跑过来 恶狠狠地说 顺手拿起一旁的竹鞭 重重地打在了我背上 背部瞬间就像被火烤了一样 生疼 我没有 弟弟是自己摔的 我哭着解释 不停地躲着竹鞭 养母并没有相信我的话 反而抓住我 死死按住 一下又一下抽着我的腿 腿部传来一股火辣辣的疼 疼得抽筋 养母边打边说 小小年纪 你还会撒谎了 我让你躲 让你躲 养母打累了 才停下手 哭什么哭 你再哭一声试试 我死命咬住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 可身体还是会有一抽一抽的动静 哽咽声抑制不住地从嘴里溢出 忍不住地回想 我刚被收养的时候 养父母家没有孩子 只有我一个 他们对我挺好的 有吃有穿 可在我被收养的第三年 养母怀孕后 这一切都变了 当时的我 跟养父母他们一样 期待这个宝宝 想着自己也有伴了 可等弟弟出生 养父母便不允许我碰他 弟弟开始会走了 他们还是只让我远远地看着 但只要弟弟一哭 一定是我的错 我吓到弟弟了 我推了弟弟 我没有看好弟弟 我想害死弟弟 这些都是他们打我的理由 现在弟弟上幼儿园了 只要他不满意 就会打我 我只能站着让他打 躲了 他就会哭 我会遭受更大的毒打 刚才是他自己拿玩具 没有走稳 自己摔倒了 养母又打了我 看着弟弟在养母怀里撒娇的样子 养母温柔地哄他 我真的好羡慕 他好久都没有抱过我 对我笑过了 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做饭 养母一声吼 我抹着眼泪去了厨房 洗菜 切菜 饭菜做好了 养父也正好回家 洪志 来 爸爸抱 有没有想爸爸呀 养父逗着弟弟 转头对我说 这是给你弟弟买的烤鸭 用盘子乘过来 我把烤鸭端过去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着饭 养母直接把烤鸭放到了弟弟的面前 洪志 你不是想要吃烤鸭吗 来 多吃点 我碗里面只有一些剩菜 想要加新鲜的菜时 养母直接瞪了我一眼 先把剩菜吃完 不然又坏了 她把其他新鲜菜推得离弟弟更近了 我面前只有昨天的剩菜 弟弟手里拿着鸭腿 啃得满嘴油 我闻着烤鸭咸香的味道 咽了咽口水 养父看了我一眼 嫌弃地说 弟弟吃什么 你都跟没吃过一样 说完 加了一块鸭屁股 放进了我的碗里 不要 不要 都是我的 不给他吃 弟弟看到后 哭喊着拉着养父 养父把鸭屁股 从我碗里夹走 丢进了垃圾桶 好好好 不给他吃 不给他吃 红质乖 碗里刚放过鸭屁股的地方 米饭染上了褐色 我赶紧把这点米饭刨进嘴里 尝到了一点咸辣的味道 原来 烤鸭是这个味道 在我初三的时候 弟弟已经三年级了 做完饭 我还需要洗衣服 打扫卫生 然后辅导弟弟做作业 所有的这些都做完后 我才能去写自己的作业 就算是这样 我也保持自己的高分成绩 因为我知道 只有高分 才能让高中学校 给我免除学费 而养父母 是不愿意给我出钱的 初中虽然免除学费 但还会收取一些书本费 或者一些其他的费用 虽然金额不多 但养父母也不愿意给 什么费用要八十九 这么贵 一天买菜才三十多 跟你老师说 没有 这是初一的时候 养母跟我说的话 到了交钱的时候 全班只有我没有给钱 老师当时私下找我谈了 最后是他帮我付了这笔钱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捡瓶子卖钱 每天能卖三到五块钱 班上的同学发现 我捡瓶子 就主动把自己喝完水的瓶子给我 有的同学甚至从家里 带一些瓶子送给我 这让我每天的收入增加到 五到八块钱 我不敢花钱 只敢把钱存着 因为害怕下次交钱的时候 我又是被几个老师盯着 听我说家里没有钱 一块一块地存着 已经有一百多块了 今天捡的瓶子很多 卖了十块钱 当我打算把钱放进床垫下的时候 发现那些钱不见了 我把所有地方都翻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 妈 你看见我床垫下的钱了吗 我只能去问养母 你弟弟翻出来了 就去给他买零食了 养母一边逗着弟弟 一边满不在乎地说 那是我卖瓶子赚的钱 我小声地抵抗 谁知道是不是偷的我们的钱 每天少一两块钱 我们又发现不了 养母说的话 就像刀子一样插在我的心里 那是我捡瓶子卖的钱 我同学都能作证 我想争取 让养母把钱还给我 谁知道 你是不是和你班上同学串通好了 就算不是 我养你这么久 那么一点钱都不够还的 老师的钱我还没有还 后面要交其他费用怎么办 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养母不耐烦地说 再去捡瓶子卖不就行了 要哭回屋哭 看着闹心 弟弟幸灾乐祸 姐姐哭鼻子了 真丑 我回到房间 趴在硬板床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容易存的钱 明知道弟弟会翻我房间 为什么没有放隐蔽一点 我懊悔得不行 哭得头都有些晕了 咚咚咚 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死在屋子里干什么 你弟饿了 快出来做饭 养母在门口叫嚷着 我擦干眼泪 出去做饭 凌晨的时候 我写完作业 在去上厕所的时候 听见了养父母说话的声音 李昭自己捡瓶子 卖了一百多块钱 我全拿来给洪志买吃的了 上次不是才二十多块吗 今天去看了一下 已经一百多了 洪志炒着要吃零食 我就全拿走了 那他下次放钱 不就换地方了 咱们已经知道 他卖瓶子了 一个月找他要一回钱就行了 我听着这些话 无力感再次涌上了心头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心想着钱不能全部放家里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从这以后 我依旧每天捡瓶子去卖 但是把钱放到了两个地方 家里面每天只放一到两块 剩下的钱都放在教室 最近几天 捡的瓶子越来越少了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 发现老奶奶和老爷爷都会在我之前 把所有瓶子捡走 现在卖瓶子赚的钱 最多也就三块左右 所以没有再在家里放钱 全部放在教室里 李昭 你现在胆子大了 敢偷家里钱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 我正在做题 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紧接着头皮一疼 我被一股劲拖拽在地上 脸上一疼 耳边是啪啪的巴掌声 桌子上的两百块钱 是不是你拿了 我们养你这么多年 你还敢偷钱 就是不学好 好吃好喝养你 还养出错了 养母的辱骂声 同学们的低语声 自己的抽气声 都被隔绝在外 我害怕得双手抱住头 蜷缩成一团 心里一直默念 打够了就好了 打够了她就停手了 李昭妈妈 有话好好说 不能这样打孩子 我教育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偷钱 是不是你们老师 没有教育好 我就像破步一样 被不断地拉扯 老师将我护在身后 我也只能小声地说 我没有偷钱 养母将我桌子上的 所有书推倒 里里外外地检查了一遍 从桌子最里面 翻出存的一打钱 这就是没偷钱 这些钱哪里来的 两百块 花得只剩这些了 还敢说没偷钱 老师温柔地问我 李昭 告诉老师 这些钱哪来的 我捡瓶子卖的 我两只手 揪着不合身的衣服 手足无措地解释 老师 李昭卖瓶子 我们都知道 一个同学出生 其他同学都纷纷站出来 为我说话 你捡瓶子的钱 全放到家里了 哪还有钱放学校 小小年纪 谎话连篇 养母搭着嗓门道 看着老师的目光 我想解释 却只能辩解出一句 我没有 这也是 我卖瓶子的钱 最后 老师将我和养母 都带回了办公室 经过老师的劝说 最后养母回家 我回教室上课 我走进教室 发现散落在地上的书 都被好好地放在桌子上了 吃颗糖 前桌的方子齐 给我了一颗奶糖 我含在嘴里 糖是甜的 心是苦的 一直到放学 同学们也没有问我一句 今天的事 但还是把瓶子 放在了后面 让我记得拿去卖钱 我回到家 养母一直脸色不好 直到养父回来 告诉了她我偷钱的事 桌上的钱 我拿去买烟了 养父的话 洗脱了我的罪名 一直到睡觉 养母都没有一句道歉 只是说了一句 长心眼了 钱会放两个地方了 冬天来了 瓶子已经卖不到什么钱了 我需要重新想办法赚钱 我正在看书 方子齐给我了一颗糖 还递给我一张纸条 我今天有事 想要出去玩 你帮我写作业 一份五元 我很想同意 但老实说过 自己的作业自己完成 可她真的对我很好 不仅经常把家里面的瓶子 带过来给我 而且还会给我带零食 我犹犹豫豫 最后还是回了一句 就这一次 不用给钱 我把糖放进了口袋 模仿着她的字迹 完成了作业 第二天 她给我带了早餐 搂着我雀跃地说 李昭 你真厉害 这个字迹我差点以为是 自己写的 你步骤写得好详细啊 一看就明白了 她的话让我有了想法 帮忙写作业可以赚钱 那卖作题思路 应该也可以赚钱吧 我开始整理预见的难题 详细地写了过程 并附上每一个步骤的原因 写完后 让方子齐帮我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并告诉了她我的想法 她看完后 说很好 通俗易懂 就是作业本简陋了点 她说帮我完善一下 最后 经过她的整理 作业本成了一本精致的小册子 还有一道题的试读页 是一张精美的纸 她说这是适用 班上的同学 我本来是想免费送他们 但他们都给了我钱 说值得买 我知道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资料 都可以买到 这是想帮我 试读页传到了别的班 效果很好 一些人也购买了这个小册子 赚的钱跟我跟方子齐六四分成 她六我四 因为包装这些 全是她出的钱 当时快要期末考试了 方子齐请全班同学吃饭 最后 说是我和她一起请的 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可她总共只分到了五百多 这次请客花了八百多 我把钱给她 她没有要 让我下次赚钱请她 后来 在其他同学的建议下 资料最后分成了简单入门 和提升两种 而所有的交流 都是方子齐在做 因为我没有手机 在初三下学期 我手里已经积累了一部分钱了 都是在方子齐手里 因为除了初一被我养母 在学校闹过一次外 初二她也来过一次 养母听到别的同学说 我在卖资料 赚了很多的钱 她大闹学校 甚至惊动了校长 最后把我所赚的钱 全都拿走了 校长也说 禁止学生买卖资料 是老师找我谈话 委婉地说 校长知道我的情况 让我再隐蔽一点 不要让养母发现 所以最后 不管是钱 还是和其他同学沟通 都是方子齐在做 我主动让她 把分成定为三期 到了初三 弟弟的成绩很不好 语文和数学都不及格 养母要求 我给弟弟补课 每次给弟弟讲题 她都心不在焉 养母也会时不时进来 给她端牛奶 拿水果 我只能看着她吃完后 再接着讲 打也打不得 骂也骂不得 她的成绩没有提升 我又挨了一顿骂 每天晚上到了半夜 在完成自己的作业后 我都会反复跟自己说 熬过了这段时间 上高中我就住校了 中考如约而至 我出了考场 独自一个人走回家 养母一家出去完了 我躺在床上 如释重负 报考高中时 我选择了免除我三年 高中学费的学校 虽然也有很好的高中 要给我奖学金 但我知道 奖学金不一定会到我手里 方子齐去了最好的一中 我在二中 知道我的学校后 养母面色不善 也不知道拿点钱回来 就知道白吃白喝 高中是你自己要上的 我们也不拦你 你还有弟弟需要花钱 你高中的生活费 自己去挣 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到了高中宿舍 其他同学都是父母 给他们铺床 买各种用品 而我的背包里 只有一床毯子 我正在铺毯子时 没想到的是 方子齐竟然来到了我的宿舍 她妈妈也来了 徐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我很惊讶 虽然一中和二中离得不远 我妈想着你肯定一个人来学校 就给你买了东西 快点接一下 太重了 我慌忙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 徐阿姨把新买的被褥 给我铺好 还买了台灯和书桌等用品 初中的时候 因为经常和方子齐在一起 有时候徐阿姨给她送饭 也会给我带一份 到了冬天 徐阿姨也会送我棉袄 说买小了 那件棉袄 我只穿过一次 因为养母看见后 直接被她拿过去穿了 她把她的旧棉袄给了我 而这件衣服是从弟弟出生后 我的第一件新衣服 我以前的很多衣服 都是从别人不要的 就衣服里面挑出来的 出去吃饭吧 应该都饿了 招招 你想吃什么 徐阿姨很温柔 妈 你偏心都不问我 方子齐挽着我的手 笑着说 最后去吃了一顿烤肉 方子齐和徐阿姨之间的氛围 真的很让人羡慕 也是 只有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 长大的孩子 才会对别人温柔 不计回报 在徐阿姨和方子齐走的时候 徐阿姨从包里拿出了一个手机 递给我说 这是我家的二手手机 不要嫌弃 平常多和阿姨聊聊天 还有我 方子齐插话道 谢谢阿姨 我会的 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高中的生活 比初中更紧张了 虽然初中 我的成绩拔尖 但到了高中 才发现人外有人 可能是学习的压力太大了 每天高强度的学习 导致我在国庆 快要放假的时候 病倒了 头晕眼花 浑身发冷 人在生病的时候 就会格外脆弱 想要有人关心自己 虽然我知道这并不能减轻身体的难受 但就是需要 我拨通了养父的电话 喂 你谁 爸 我病了 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李昭啊 我和你妈 她们已经去了外地了 跟她聊什么 肯定是想要钱 别理她 养母的声音 从电话的一头传来 你找你同学 带你去医院看看 没有钱的话 我先把钱 转给你同学 养父的声音传来 还有弟弟的声音 爸 快看 飞机 给什么钱 就是装病要钱 把手机给我 养母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我们没有钱 你自己在宿舍睡一觉就好了 谁那么娇气 还去医院看 嘟嘟嘟 手机滚到了一边 迷迷糊糊中 我又睡了过去 朝朝 醒醒 朝朝 怎么这么烫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医院了 手上挂着吊瓶 徐阿姨推门进来 醒了呀 来 喝点粥 幸好子齐去找你了 送到医院的时候 都烧到了39.5摄氏度了 这次国庆节 我是在医院度过的 一直是徐阿姨和方子齐陪着我 这么长时间 我没有等来养父母的一个电话 在病好后 我对他们的期待降位了零 高中三年 我很少主动回养父母的家 只有需要他们签字的时候 我才会回去 养母明码标价 想要签字 想要证件 给钱 五百一次 我同意了 所以我有很多户口本附印件 还有他们的身份证附印件 而签名我可以自己模仿 这三年 他们没有给我一分钱 也没有来学校看过我一次 我暑假 寒假 都是去打工 周六 日去给初中学生补课 一笔一笔地攒着生活费 以及大学需要的费用 在高二暑假 我做了个兼职 卖房中介 正在赚钱的时候 养母给我打来电话 说她腿受伤了 让我去医院照顾她 我本着她养了我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辞了工作 去了医院照顾她 一个月的时间 从早到晚 我安排得满满的的 买菜做饭 收拾家务 辅导弟弟作业 伺候养母吃饭 洗澡 带着她出去晒太阳 他们没有给我菜钱 医药费 所有的花销全是我出的 还要听着养母挑刺 容忍弟弟发脾气 怎么只有素菜 你弟弟长身体要吃肉 去买点牛肉回来 我腿受伤了 不买点猪脚回来 炖汤补补 你这做的什么菜 我腿受伤了 不能动 不知道推我出去 多晒太阳吗 没看见没什么药了吗 还不去医院买 你弟都没有零食了 也不知道买一些 一点眼力剑都没有 所有的话我都忍了 养母腿好了后 我就直接走了 一直到高考结束 养父母只知道 我的成绩可以 但他们没有什么概念 我的通知书地址 填的是工作的地方 而手机号码填的是自己的 父母电话填的是别人的 清华北大半夜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正在工作地方的宿舍 被北大的招生老师接走 一直到报考结束 我才从酒店出来 养父母还是通过 其他学生家长 才知道这个事情 我正在补习班上课 另一位同事跑过来 李昭 你爸妈来了 现在在家长室 我看了一眼时间 离补习结束 还有半个小时 好的 麻烦您帮我看几分钟 我等一下就回来 我走到门口 看着养父母喝着茶 打量着屋子里的装饰 高中不管寒假 还是暑假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 我工作的地方 我现在还有课 最多有三分钟时间 我小声说话 我们养你这么久 你就是这个态度 跟你说个话 还要计时 养母就像被点燃的鞭炮 没有重要的事 我先去上课了 你考上北大了 是不是有一笔奖金 养母还是说出了 她的目的 没有 你还想骗我们 我都去过你学校了 他们给你了十万 说已经打到你卡里了 我捐了 十万块啊 你捐哪儿了 还不要回来 你弟弟要读初中了 不得花钱啊 你不知道 现在家里需要用钱吗 你们就是为了这事 那就没有钱 我去上课了 你们回去吧 养母还在后面大吼大叫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不是我们养你 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算了 李昭自己考上的 这个钱就是他的 养父制止了养母 怎么 你亲生儿子不花钱了吗 你现在工作能赚多少 这可是十万 他就应该给我们 这是报答我们养他的钱 养母吵吵着 我停下了脚步 对着养母说 半个小时后 我们聊这个事情 养母可能看到了 有谈的机会 所以就没有再大声嚷嚷了 回到补课教室 我把要讲的内容讲完 留下了作业 就去了家长室 手机打开录音功能 倒扣在桌面 十万块解除养父母关系 李昭 十万块就想解除关系 你当我是傻子吗 不解除关系 那就一分钱没有 我的态度不容商量 至少一百万 我才可能考虑解除关系 你已经考上北大了 你会赚更多的钱 像十万块打发我们 没门 我还有两个月就成年了 如果去法院提起诉讼 我只需要赔给你们 为我花的钱 你要不要算算 整整十五年 你们总共为我花了多少钱 养母的脸色 从开始的盛气凌人 变得有些遮遮掩掩 养父全程没有说什么话 头只是低得更低了 我拿出一旁的计算器 我来给你们算吧 弟弟出生前 就当作你们每年 会给我买五套衣服 外加各种生活用品和食物 一套衣服算两百 三年总共三千 其他费用就算七千 总共一万 弟弟出生后 你们没有给我买任何衣服 高中前九年 只有吃用得很少 一年算五千 总共四万五 高中三年 我没有花过你们一分钱 所以为零 再来算算我付出的 小学就不算了 初中三年洗衣做饭 拖地打扫 给弟弟补习 一年便宜一点 六千 总共一万八 初中的时候 你们拿走了我赚的资料费 三千二百六十八元 就当作三千 高二暑假的一个月 你的医疗费八千四百二十六 家里一个月的各种开销 五千四百六十九 就算一万三 归零 归零 五万五减一万八 减一万六 等于两万一 计算器发出的清脆声音 回荡在家长室 所以 我只需要支付 你们两万一 外加每月几百的赡养费 就可以了 养母一脸怨恨地看着计算器 妈 爸 你们想好 是要十万解除关系 还是要两万一 养你了十五年 怎么可能才这么少 那你拿出为我花钱的证据 证明花得比这个数字多就行 我好笑地看着养母 养母抓着这个话题 那你也没有证据 能证明我没有花钱 我由我打工赚钱的所有记录 花的每一笔钱 我都会写在本子上 那也是可以作假 你别想忽悠我 别说了 给李昭花没花钱 你能不知道 他想解除关系 那就解除 我长这么大 这是第一次 看见养父这么生气 养母看见养父这么生气 气焰顿时就下降了 不情不愿地说 你说什么是什么 丝毫不顾及红志 国庆的时候 你回家 我和你妈带你去解除关系 养父说完这句话 没有理养母 就离开了房间 养母瞪了我一眼 也跟着跑了出去 在我高三的时候 我就想过解除关系 但又不得不承认 在我三岁的时候 是他们把我带回了家 不然 我可能就饿死在那年冬天了 所以 不管法院最后怎么判决 我还是会给他们 按月支付赡养费 就当是还他们当年的救命钱 后面的一个月里 养母没有闹什么事 一天 我正在备课的时候 同事对我说 李昭 外面来了两个人 说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过去看看吧 我一头雾水地出去 看到门口站着两个精兽的人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一脸惊喜的模样 昭昭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时候你走丢了 如果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你 我都不敢相信你长这么大了 父女拉着我的手 孩子找到了 就跟我们回去 那个黑瘦的男人 用着不可反驳的语气 我正开了他的手 你们说是我的亲生父母 拿出证据 其实 看见父女的长相 我就知道 他肯定是我亲生母亲了 我小时候是被乞丐捡到的 跟着他两个月才被养父母领养 整整十五年 他们想要找的话 早就找到了 我一直在走丢的城市 没有换过地方 父女一脸为难地看着男人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咱们去做个亲子鉴定 不就知道了 男人说 就算做了亲子鉴定 我也不可能认你们的 你是我的种 说不认就不认 你就算说破天 这也是不孝 招招 我十月怀胎生下你 你怎么能不认爸妈呀 是不是还不熟悉 跟我回家 我们住在一起就好了 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突然会来认我 但真的没有任何情感触动 我现在有养父母了 这么多年 也是在他们家长大 你虽然有生育恩 但他们对我是养育恩 他们毕竟是外人 我们才是你亲生父母 孩子还是要回亲妈身边比较好 哪有亲生孩子不认父母的 你就是没有被教育好 我们村哪个孩子不听父母话 你们可以离开了 我很冷漠地说道 你返了天了 敢这样跟我说话 男人暴怒 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其他同事看情况不对 纷纷过来拉开了我们 并直接报警 有人四闯办公区域 殴打未成年人 警察将我们三人带回了警局 父女唯唯诺诺 男人骂骂咧咧 我打的是我亲生女儿 我犯什么罪 警察了解了事情经过 最后让我们私下和解 我不同意 最后 男人被拘留了两天 父女天天来找我 以泪洗面 要不然 你直说吧 现在想认回我干什么 父女眼神闪躲 就是想认回亲生女儿 不用认了 这是两万块钱 就当作是你当年 生我的辛苦费 我从包里拿出两打钱 放到了他面前 你只需要保证 你和你丈夫 从此不再骚扰我 在这里按下你的手印 就可以拿走这笔钱了 父女的眼睛亮了一下 但听见后面的话后 显得有点纠结 错过了这笔钱 我以后不会给你们一分钱 我再下一季猛要 等了两分钟 我假意把钱往包里放 你不要 那我就拿走了 后面不会让保安放你进来 他按住我的手 紧紧按住钱 好 我把里面的内容念了一遍 看着他按下手印 这笔钱你拿好 你可以去接你丈夫了 我再也不是给我一颗糖 就能骗我站在原地的孩子了 养父母和亲生父母来找我的事 我觉得对不起我的老板 最后辞去了这份工作 虽然老板说没事 让我安心工作 但我过意不去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又来捣乱 我重新去当了卖房中介 可能是高考状元的头衔 让很多买房的人很信任我 甚至加了我的联系方式 让我给他们的孩子补课 这个暑假 我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开学的时候 我和徐阿姨他们一起去的学校 方子齐也选择了北大 只是专业不一样 我们一起逛了学校 吃了一顿饭 在徐阿姨要走的时候 我送给她了一个包 一万多 这是我早就想好的礼物 初中的同学 让我没有自卑 维护我的尊严 老师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 而遇到方子齐和徐阿姨 是我最大的幸运 他们初高中帮了我很多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 想先用自己赚的钱买礼物 聊表心意 徐阿姨眼睛里闪着惊喜 抱了抱我 这个包很好看 我很喜欢 谢谢招招 这是你的心意 我收下了 但我更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 以后你工作了 多来看看阿姨就好 徐阿姨走后 我和方子齐约着休息的时候 出去玩 我回到宿舍 打开行李箱 发现里面有一个红包 里面是一张卡 卡后是数字 只能是徐阿姨放的 在徐阿姨的聊天页面上 我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不知道该说什么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阿姨 对一个陌生人这么好 最后 还是只发了简单的一句话 谢谢徐阿姨 你的卡我收到了 这是祝贺你考上北大的奖励 大学也要加油哦 我会的 开学就是军训 半个月后 我黑了一圈 方子齐看见我 都笑疯了 大学生活正式开始 我们班里 高考成绩反而是最拿不出手的 大部分同学都是各方面的大牛 赚钱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难度 有时听他们的想法 感觉自己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需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 到了国庆 放假回家 李昭 回来了呀 北大怎么样 李昭 来我们家吃饭 我家孩子有些提不讳 这次刚走到养父母家的小区 很多人都跟我打招呼 我都是笑着回应 敲了敲门 没有人开门 我就用钥匙打开了养父母的家 给养父打了电话 他让我在家等一下 等了几个小时后 他们一家才回来 现在民政局还没有下班 我们去解除关系 也不是非要解除关系 你回来就行了 当时说好的 现在也能变卦 不解除也行 我后面每月只出几百的赡养费 其他费用我不会出 但是你们死后的房产和存款 是要分给我的 先不同意的 是我弟 你就是一个外人 分什么钱 全都是我的 养女也有继承权 所以家里面的东西 也有我的一份 家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 养母劝不住她的宝贝儿子 又拦不住我说话 只好说 行 你要解除关系 二十万 妈 你可能上次没有听明白 要么十万 要么等法院判 你在上学 没有那么多时间等法院判 这不是差不多八万吗 来回坐飞机 也够十几次了 我可以等 你 养母气得不知道怎么说了 妈 我不要她分我的房子 经不住弟弟的闹腾 养母 只能妥协 十万 给了就去民政局 好 这个卡里是十万块 证件办下来 就告诉你们密码 养母拿着卡 虽然有点怀疑 但还是放进了钱包里 我们三人带着所需的材料 去了民政局 正好他们没有下班 直到所有的流程都走完 看着上面的合约 我和养父母家 彻底没有关系了 随后 我告诉了他们银行卡的密码 也承诺 以后每个月 会给他们支付八百元 养父母家里没有 属于我的东西了 以后 我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 趁着这次回来 我和初中的同学聚了餐 拜访了老师 也和徐阿姨他们 一起出去玩 大学的前两年 我和方子齐 还有另外三个同学 一起做了好几款软件 总共卖了一千多万 而所有努力的过程 我都以记录生活的方式 发了视频 很快 我们几个人全都火了 找我们带货 开发软件 做博主的人很多 人红是非多 总会有人想要探究 镜头里面的人 私下的生活 而我 就是他们想要的 那个污点 最开始 有人用私密账号发 叫李昭的 看面相就知道 不是一个好人 李昭一看 就是心狠手辣的狠人 然后 就开始有人 以熟人的口吻爆料 我和李昭一个小区的 他考上北大后 就和养父母断绝关系了 听说他瞧不起穷人 就是因为养父母穷 抛弃他们 讨好方子齐 去了方家 北大为什么会要这种德性不好的人 除了各种私密账号 还有一些大V博主 也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虽然有很多的理智粉 但依旧让整个账号成了骂场 还有博主发布了视频 养母对着镜头 诉说捡到我时的可怜 而我 却在上了大学后 果断断了养父母情分 博主最后结尾 只说了一句 晚上还有大爆料 里面一片是骂我狼心狗肺的评论 只有极少数说 为之全貌 不予置评 晚上他又发了一个视频 这次是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哭诉着我丢失后 他们的交集 以及找到我后 对他们的冷漠 还把他们送进了警察局 骂我的人 在账号里骂不过瘾 还要打电话 给学校写举报信 学校也找我谈话 聊到最后 只说了一句 如果你需要 学校的法律援助一直在 这件事也影响到了徐阿姨 她给我打电话安慰我 说这件事她来处理 我拒绝了 这件事我要自己处理 触底反弹 才是效果最好的 看着北大的词条 北大李昭养父母 北大李昭亲生父母的话题 不断地攀升 我整理好所有的资料 以网上捏造事实 损害了我的名誉为由 进行报警 现在我要着手开始制作视频 这是我的强项 第一条视频 我坐在镜头前 从头到尾 有条理地讲清了所有事实 从亲生父母对我的抛弃 开始讲起 再到养父母后面 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 第二条视频 我开始放证据 亲生父母说找了我多年 但警察局 为什么没有我丢失的 报警记录 这是我当时报警 在离开的时候 让警察查的 上面关于我的身份信息的 报警记录 为零 初中 高中六年 我所有的花销记录 以及自己赚钱的记录 养父母找我要钱 以及我给钱的记录 一笔一笔都在账上 还有给亲生父母 以及养父母断绝关系的钱 材料 以及录音 第三条视频 是初中同学给我录的视频 里面讲述了 我初中的生活 穿得破烂 不合身的衣服 身上还经常有被打的痕迹 养父母来学校 抢走我钱的事情 第三条视频 我是没有想到的 从我被网报开始 初中同学都私聊我 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最后 他们合伙 录了视频 发给了我 本来我的账号 就有粉丝 更别说 现在很多人 关注着这件事情的走向 刚才的三条视频 直接就几十万赞了 这件事情 在网上发生了超大反转 逻辑清晰 不识言论 不攻自破 很多人都在评论 世上真的会有这样的父母吗 李昭好可怜 我算了下 他初 高中在吃方面花费两千 买衣服 也只是校服和工作服 花的最多的是 给他养父母 一共花了两万一千两百七十五 这也太厉害了 父母一分钱不给 我就活不下去了 抱抱小可怜 对不起 我不该骂你 下次一定弄清楚事实再开麦 是的 我欠你一声道歉 对不起 亲生父母 估计是看到你考了好学校 才来找你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然 也有人质疑 说肯定都是一样的人 李昭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天下无不犯错的父母等评论 都被网友们冲了 而进行造谣的博主 一些删掉了视频 也有投铁的 为了流量 还是保留了 这时 北大的法律援助就起了作用 所有造谣的博主 全部被起诉了 短短一个月时间 投铁的博主纷纷道歉 并赔偿了一部分钱 养父母和亲生父母 以及第一次造谣 并引起大量传播的人 都坐了一年的牢 为什么会突然有人抱我黑料 原因就是我账号太火了 引起别人的嫉妒 再加上我们团队做的软件 让竞争对手眼红 就弄出了这件事 没想到 这件事让我更火了 突破了原本的圈层 成为了千万级博主 找我们合作的人更多了 赚的钱 我们经过商量 一半用于儿童家暴的 法律援助和孤儿的学费资助 大四的时候 我正在宿舍 同学给我发消息 校门口出事了 看了帖子才知道 亲生父亲出狱后 没有直接回家 反而来了北京 带着刀想闯入学校杀我 被阻拦在校门外后 他反手用刀砍伤了门卫的手 最后他被警察带走了 再次喜提了包吃包住 读研究生的时候 养母给我打了电话 招招啊 现在过得怎么样 有事直说 没什么事 就是想你了 给你打一个电话 我现在忙 先挂了 我没想到的是 监狱生活 能把一个人的性格都改变了 我以为养母会说什么 但一直没有开口 挂断电话后 我就去忙实验了 忘记了这一查 大概过了半个月 养母再次来电话 招招啊 能不能给我们打两千块钱 我病了 家里没有钱了 我心里没有一点波动 除了赡养费 我不会再出一分钱 就两千 我知道你现在赚钱了 你弟弟把家里的钱 全拿出去赌了 我真的是不得已 才给你打电话 没有钱 你睡一觉就好了 我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李洪志 现在居然会赌博了 过了一会儿 养父也打来了电话 李昭 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 不应该来找你 可你弟弟 他赌博欠了五十多万 我们家现在没有一分钱了 你妈浑身起疹子 我们没有钱看病 算爸求你了 我一直没有说话 养父很少打我 我对他没有什么恨意 但也谈不上多感激 毕竟 他也从来没有拦过养母 好 这是最后一次 我赚了两万过去 后面两个月 他们没有再打来电话 而这次 给我打电话的是 放高利贷的 声音粗犷 你就是李昭 你弟李洪志欠 我们一百万 你要怎么还 你打错了 我跟他没有关系 他说跟你没有关系 你敢骗我 看我不打死你 手机里面传来 我弟的惨叫和求饶声 这真是我姐 只是养女 但她有钱 你找她要 李洪志大喊着 姐 救救我 他们真的要杀我 求你了 你小时候被我妈他们救的 你不能看着 他们唯一的儿子死了吧 李洪志 我的手机号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妈 妈告诉我的 你忘记了吗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求你了 我不想死 姐 帮帮我 不要废话了 你还不还钱 手机里再次传来了 男人粗犷的声音 我看了一眼同事 他手机上给我打字 警察还有三分钟就到了 一百万 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总要思考一下 你要想多久 二十分钟 不行 五分钟 不还钱 我就先剁他一只手 行 五分钟后 给你回电话 我挂断了电话 同事说 警察马上就到地点了 我打电话给养父母 告诉了他们这件事 让他们好好管管自己的儿子 并且告诉他们 以后不用联系了 所有电话都拉黑了 最后 我通过初中同学 知道了后面的事情 李洪志和一群 放高利贷的人被抓了后 关了几天就放出来了 他要还的钱 延长了期限 没想到 才过了一个月 养母一家出事了 当时 我正在和同事聚餐 一个陌生 电话打了进来 您好 请问是李昭吗 这里是急诊中心 李伟和田莲 发生了车祸 手机里面的联系人 只有你能联系上 我请假去了医院 养父母他们都躺在了病床上 带着氧气罩 身上扎满了管子 以前养母是胖胖的 现在整个人瘦的 就只有一把骨头了 没想到 还有这么瘦的时候 医生说 他们下半身残废了 以后要在轮椅上度过 我缴了三个月的医疗费 至于后面 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以前我希望他们过得不好 现在没有什么想法了 过去的终是过去了 养母给我 我的阴影 由朋友 同学 老师 徐阿姨他们 给我治好了 我后面的人生 自是精彩 养父母都病成这样了 李洪志从来没有在医院 露过脸 再次了解到 养父母一家的情况 是在我去看徐阿姨时 听他们说到的 从养父母出狱回到家 李洪志已经没有上学了 天天去网吧打游戏 家里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由于养父母现在有了案底 再加上年龄大了 没有公司要他们 只能去做清洁工 周围的人对他们也是指指点点 儿子长时间不回家 每次回来就是找他们要钱 不给就打 硬抢 最后讨债的上门 他们才知道 他儿子在外面赌博了 已经欠债了六十多万了 现在唯一值钱的 就是这套房子了 他们把房子卖掉 也只还上了二十多万 还差钱 他们找了很多人借钱 还去卖了肾 才还上一部分 后面利滚利 越滚越多 他们清洁工的工资 根本不够还 李洪志换了号码 用他妈的身份证 又去贷款赌博 再次欠了二十多万 后面李洪志就跑了 养父母在出租屋里 担惊受怕 我回到学校后 这期间 养父用其他人手机 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翻来覆去 就是感谢我和对不起我 电话结束 我只是回了一句 该还的情 我还完了 半年过后 我在新闻里知道 李洪志已经死了 他从河里面被捞上来 养父母坐在轮椅上 悲痛欲绝 有些网友发现了 他们是几年前的视频主角 有人发了这样一句话 这对父母 命里是没有孩子的 是养女命里有弟弟 他们才能怀上孩子 断了关系 那自然也就是 没孩子的命了 不知真假 但他们和我彻底 没有关系了 他们过得好 或者过得苦 都是他们的人生 再次看到养父母 是方子齐结婚的时候 我把当初徐阿姨给我的银行卡 包成红包给了她 当初里面有五万 现在里面多了一个零 在酒席结束后 我包忘在了酒店 回去拿的时候 看见养父母他们 在吃桌上的剩菜 狼吞虎咽 我拿上包就离开了 男朋友正在楼下等我 现在的我 事业蒸蒸日上 男友温柔体贴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 所有的阴霾都是一时的 你的精彩是由自己创造的 而伤害过你的人 命运自有定数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